大家好,我是A番 今天又到了A番M的槍车球的节目时间 在上期的节目里面,我说我改造过我的Strive 在节目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部件我还没从箱子里拿出来 所以就还没改装完 然后呢,因为我觉得Strive还没完全改装完 所以我觉得还没拍四色的环节 确实现在很多部件我都还没有 例如这个后面的拖 我现在是用那个侦察者MK2的拖 暂时代替掐上去 因为是唯一一个不是白色蓝色的那些 而是灰色的拖 看上去比较好看 而这个呢,这个把手 其实我没有买到把手 这个把手是在那个 复仇者的下拉配件里面的把手 所以我暂时装上去用一下 然后上面那条轨道 我昨天的节目里面还没装上去 现在装上去了 然后这个枪管 我昨天的节目里面也没有装 我装上去 然后幸亏我没有在节目里面装 装这个枪管 原来要磨 这个Strive里面的一些 那个枪管 必要磨掉很多东西 所以我磨那个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磨 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把一个 我磨东西的棒子磨断了 嗯 不过这个管子装上去以后呢 命中率确实提高了不少 这非常好的 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就 挺满意 就大概我 我跟大家说过我要买AR 所以我也预定了一大堆给AR用的配件 包括那个马普盖的那个真的马普盖的把手 可能到时候我收到真的马普盖把手以后 我会做一个对比 因为现在这个把手是工匠的 就因为我买了工匠的那个不愁者下拉配件 而现在这个胆夹也是工匠推出的那个马普盖胆夹 就我在 因为我想试一下它是不是比较坚固 因为NURF本身的档夹不太好摔到地上 但比赛的时候经常会摔档夹 所以我想买一些便宜一点 就 比较坚固一点的档夹 然后呢我的那把AR也会买一些马普盖档夹 所以到时候可能我会做一个真的马普盖档夹 跟这个工匠他们做的马普盖档夹的对比 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感兴趣的 可能下个星期我收到产品以后我会做这个评测 但今天呢我就不说任何事情关于这个Strive 都摆在一边 今天呢 其实我刚刚我说过我不能让那些白人吊打我 所以呢我还有很多发射器要内部增强一下威力 所以我在工匠那里买了很多档夹档的 因为他们在淘宝上直接有一个页面一打开里面就一大堆档夹 比较方便 如果有其他香蕉的话就你们见面做的有点不太友善 所以可能我发现不了 可能以后你可以提醒一下我有什么好的配件 我可以看一下 这次要改造 因为我在拍视频前我没有做过任何改造 没有任何彩排 因为我怕出问题 所以呢这次视频要改造弹档 我就挑了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这个R炮 这个是NURF的僵尸系列里面的 大家叫它R炮 因为它可以放两发海绵子弹 就海绵子弹可以放两发 但为什么我很喜欢这把呢 我觉得这把比较好 比单发的要好 就比那些什么JEP 什么那个单发的 因为这个它那个板机是直接用一个拇指就可以拉出来了 我觉得比较舒服 而且大小核算 跟一根.38的那个 左轮叉的大小很相似 就是香港警察用的那种 所以我很喜欢 所以现在这次就先改造这把 它螺丝也很小 所以这次节目应该不用拍一个小时了 昨天的一个小时也真的太长了 上传也上传了很久 而且 而且 bilibili 放不了1080p 1 yes 对 1080p 对 放不了1080p 然后 我昨天的节目只能放780p 大家都听到我是要买AR 可能大家都想我拍一下AR的评测 其实我也想拍一些华语的关于AR的评测 因为就算你看油管上面 都完全找不到说中文的AR的评测 所以就算我上传不了bilibili 我上传油管大家自己去找来看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拍一些AR的评测 放在油管 你们自己去取就好了 我这个是下个星期的死了 就 那AR要下星期一才能去提货 1234567 7颗螺丝非常简单就拆开了 然后把它拆开 这把发射器其实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哎呀它有一个弹簧 弹了出来 但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靠杯了 我大概知道这颗弹簧是干嘛的 是那个上龙骨的那个顶 顶着它的东西 哇有润滑油啊 我不太 等会 它为什么要挤润滑油进去啊 不过这没所谓的反正 反正平时晚腔都用很多用滑油的啊 哇 这根就是它的弹簧很容易拆出来 它没什么特别的结构 直接一推 就拆出来了 还是挺方便的 就一个东西顶着弹簧一推 这个是原装孩子宝的弹簧 我放在这边 免得搞混 然后我拆那工匠的弹簧 我在 铁拔上看很多人说用了那些 淘宝上买的弹簧 说那个力度太强 怕那个Nerve会爆缸 其实我也想试一下 反正这把发射器很便宜 爆缸就爆缸 这个钱 如果出去吃饭 一顿饭都不够 对 那个弹簧确实比较硬 非常好 就 这个威力看来很有保证 这个威力看来很有保证 然后把它 推进去 然后这个 龙骨的卡卡卡卡 啊 这个叫什么 算了 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就不知道 上面那个叫鱼骨 我经常叫龙骨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船开多 虽然 虽然我想试一下 但我还是把螺丝先拧哈 就毕竟 这个弹簧威力很强 改造过程真的非常简单 可能我会在这次节目 我会试射一下 就大家可能又期望我会射雷小姐的 这次我射一点别的东西吧 大家应该知道 推出过吸盘子弹的 我这次 而吸盘子弹呢 只能 在分漏 就是在前面进子弹的那种枪 才发射器才可以用 正好这把阿炮是在前面放置 放弹药的 所以呢 可以试一下吸盘子弹 就那个吸盘子弹的把 之后我买回来都还没做过评测 其实吸盘子弹挺好玩的 打到玻璃啊 什么上面 啪的一声 很清脆那个声音 其实如果你有钱买一块玻璃的话 用玻璃做一个把子非常爽 你还可以在玻璃上面用那个 酒精笔去画一些图案 然后射它 但玻璃很贵 可能你办公室有一个玻璃的话 你射玻璃一定会很爽 这个螺丝我会拧紧一点的 不然我把它 它刚还没包 然后它 搞定了 原本旧弹簧放回去 然后以后有小朋友叫我 给它 我就给个原装弹簧弹 然后它就会以为自己很厉害 这个就是NRV的吸盘子弹 这个就是NRV的吸盘子弹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 把子 就这个就是NRV的那个吸盘子弹 然后吸盘子弹其实也有精英弹跟非精英弹的区别的 这种蓝色的是精英弹 但精英弹比普通弹难买 普通弹有些二手的 我拇指拉这个板机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点难拉了 挺厉害的 我以前我习惯这个距离 打那个把子 我是会往下描一点的 然后 它就打得更高了 就因为它不尿弹 所以我原本的习惯都用不了了 可以随直瞄准了 垂直瞄准了 我觉得 哦还是不行 就毕竟还是会有一点抛物线 但已经比原本 色高了很多 可能哦 刚才我不是垂直 我刚才是摆低了一点的 就还是不错的 然后 就还是不错的 我再拿普通的弹药 打一下齐柏林小鞋吧 也有点滑 还是不错的 了 你把他打不捏 这把你吃了 就是 你冷蔑的 就要做了 还要做了 没勇吖 你们下一个 这把他看起来 和阿鞋 这把他进行 和阿鞋 14的时候打成这个压波没所谓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距离 应该非常远的了 完全不尿蛋 不错 就总的来说威力确实提高了不少 就可以用在实战上了 就我家没有那个测速器 到时候比赛我拿去赛前检仓的时候 检查的时候 我检查一下台FPS提高了多少 然后我再在铁巴上汇报一下 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为止 欢迎大家收看再会